贤妃 难怪皇上对你如此牵挂 皇上和皇后娘娘同心一体 想来皇后娘娘对臣妾 也是日夜挂怀的 阿若也一样吧 如今孙妹妹都已经是嫔妃了 怎么贤妃还叫她阿若呀 您这么一叫 我怎么看她那身贵人衣裳 那么别扭啊 牢象起她从前伺候你的样子 从前叫惯了 一时改不了口 好 慎贵人 你是该饮酒金星 如意为慎贵人的救助 如今沉冤得雪 今天的佳宴 也算是为如意热闹热闹 慎贵人身为救仆 理应同庆 是 嫔妾 敬贤妃娘娘 好 慎贵人 看你为贤妃如此高兴 朕也高兴 即日起 封慎贵人为慎贫吧 皇上 您这般骤然封贫 也太轻率了吧 皇上 贫位乃义公主位 身份贵重 并如梅贫 淑贫和家贫 不是生子 也是家世显贺 祸宠多年 是啊 皇上 慎妹妹跟臣妾住在一起 若是她也奉了贫位 那这启祥宫 岂不是有两个主位了 无论慎贫如何受封 启祥宫就只有你一个主位 为表尊卑有别 慎贫的册封礼就免了吧 是啊 家贫妹妹生了皇子 同事品位也是有高低之分的 皇上 这缺了册封礼名分不正 朕看重慎贫不在于礼书上 臣妾谢皇上恩典 嗯 慎贫大喜 想来皇上今日也不必翻牌子了 自然有慎贫相伴 还是皇后致朕的心意啊 他分了不调着 那么老是 所以这就是 这仗人鬼 你会让他做辞任吗 那仗人我划咐 我妈妈吻了 你的仗人我 你会让她再为了 姐姐是嫔尉 我也是嫔尉 大家平起平坐 谁又比谁高贵呢 本宫是皇四字生母 乃嫔尉之首 你一个贤妃的婢子出身 也敢跟本宫提平起平坐四个字 为着您的旧主贤妃出了冷宫 皇上才赏您这个嫔尉 其实想想也不对 当初是您揭发了贤妃娘娘 毒害梅嫔与怡嫔的皇嗣 可今日皇上却惊口欲言 说贤妃娘娘蒙冤 依奴婢看 这封赏嫔尉 怕是在打您的耳瓜子 贱婢 梅香拜靶子都是奴才 何苦打起自己人来了 立心 这一巴掌你就受着 也跟人家学学 是怎么爬上皇上笼床的 奴婢可不敢背着主子 偷偷勾引皇上 更不敢背弃诬陷主子 不管奴婢挨了 甚凭多少巴掌 奴婢都学不会 这些下三乱的本事 你 主 你敢打我 这一巴掌是教你学乖 成宠这些年 早忘了自己是怎么 爬上来的吧 敢跟本宫无礼 也想想你有多少本事 我自有皇后和贵妃做主 是吗 那就看看 这宫里有几个人瞧得起你 你 你 人人都瞧不起我 即便我已经封了嫔尉 在他们眼里 我依旧是个贱婢 主儿 别往心里去 他就是嫉妒你 今儿是您封贫的大喜日子 这晚上还要事情呢 咱们回宫去 奴婢给您拿鸡蛋揉揉脸 走吧 你干什么 臣妾是来侍奉皇上的 求皇上许臣妾侍寝 你侍寝几年了 自然应该知道你侍寝的规矩 怎么 你想按禁事房那套来办啊 皇上 臣妾侍寝三年 可皇上不曾碰过臣妾 这么久了 就让臣妾伺候您一回吧 你一心想成为朕的女人 求人得人 朕许了你 也给了你尊荣位分 从此以后 你生是紫禁城的人 死是紫禁城的鬼 老死都逃不出 你可知道这些年 朕为何不碰你吗 臣妾愚昧 朕留你在身边 对你宠爱 自然有留你的用处 但你别忘了 你永远是贤妃的奴婢 是朕的奴婢 人前人后 别失了分寸 奴婢知道了 他说是不妄 做奴婢的人 哪有不爱主子打的 你要享受这份荣处 就要心甘情愿受这些罪 求皇上给奴婢一个明白 皇上为何要这样带奴婢 记得朕给你的封号吗 慎 就是要你谨小慎微的度日 你该念着朕对你的好 若不是朕宠着你 你早就不知 舍在什么人手里了 皇上是不是觉得 是奴婢冤枉了贤妃 要折磨奴婢替贤妃出气 出气 贤妃自会找你出气 朕今日要明白地问你 当日是谁指使你的 无人指使 是 是贤妃有罪 是这样 那朕先睡了 我会想看你 是谁 我会想看你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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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皇上 时辰到了 主儿 您昨儿事情肯定累了 能必准备了早茶 您喝了歇歇 事情啊 我倒真是累着了 本宫已经是皇上亲口所封的圣品 为什么屋里的陈胜布置 还是让贵人为分来的 内务府怎么这样背揽啊 内务府差人说 皇上皇后立场节俭 左右主还没兴册封礼 这品位的东西就一起省了 什么品位 缘不过是让本宫 担一个虚名罢了 卓儿 卓儿 使不得啊 卓儿 卓儿 竟是你封平的大喜日子 你可不能动气 这要是传出去 想别人怎么说您呢 本宫是圣品 本宫的东西 本宫想砸就砸 谁又能打本宫怎么样 卓儿 卓儿 使不得 使不得啊 卓儿 这是您奉贵人的时候 皇上亲赏您的 这不能甩 您要是真生气 您就打奴婢也好 可端端不能伤了 您和皇上的情分呀 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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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心里 还有本宫这个人吗 本宫不过就是个玩意儿 让人作戒 让人作戒 卓儿 让人作戒 让人作戒 让人作戒